欢迎朝阳科大27周年校庆 校方将全自动飞行模拟器对外亮相 开放给民众来体验 更特别请来了两位机师亲自操作 而一旁的副社幼儿园也举行了23周年庆祝大会 不仅安排多个关卡让家长与小朋友同乐 也请来魔术师带来精彩的表演 让大人小孩开心度过这个特别的日子 不少人怀有机师梦想 朝阳科大趁着27周年校庆这天 将全自动飞行模拟器对外亮相 开放给民众体验飞行模拟的快感 更邀请来两位专业机师亲自操作 惊喜连连 那这个飞行的体验以外 其实我们未来成立的飞航系 它是一个完完全全从航空需求的角度 来培养学生的专业 所以我们未来会有飞行跟飞行衍生出来的相关专业技术 包括说千派联管或者是性能分析 载重平衡等等的各方面 还有飞行管支援等等的专业 都是在我们未来的一个教育上面我们要有的 下方也特别建置基础以表模拟训练仪 让学生熟悉相关的设备仪器 而一旁的床科大附设幼儿园也举办23周年庆祝大会 原方安排各种关卡 像是盆栽职人 宝贝快递等等 不仅有意志类 还有挑战性的 要完成所有关卡可是不简单 我们今天庆祝朝阳妇佑生日 办了场观游戏 还有请了我们学校魔术师的毕业生 阿嘎哥哥过来为小朋友表演魔术 在场观游戏的部分 培养亲子的感情 训练孩子的体能 还有一些投篮 走平和木 还有让孩子去做轨道的游戏 或者是做小汽车的游戏 亲子都觉得很好玩 利用礼拜六周末的早上 大家一起出来 今天天气非常好 透过闯关活动 增加亲子之间的互动 以示训练小朋友的各种肌肉 原方也特别邀请到魔术师前来表演 让小朋友看了是惊呼连连 现场在一片欢乐氛围当中 度过特别的日子 介绍传台中厂报导